好了同学们我们回来 这个刚才我们说完这个流动这个样子 这个记住了 然后底下我们写代码可就按照这个东西开始写了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安装Redux 所以这个回来 先把这要不先别动它了 中指批处理操作 打暗它能出来什么 留着它 反正我们在这边 现在应该又有了 好我们重新再开一个 再跟它在这费劲 以关联员的身份运行 然后在这呢 我们找一下 007的这个路径 这是我们007的位置吗 这个时候我们要安装一个新包 这个包就叫Redux 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这里面开发的时候 这包都打得都很细 就是特别 同一个功能里边有好几个包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就没办法 你就爱个装就完了 CNPM I Redux 杠S OK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以后呢 那底下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一个 因为这个动手实验第一步是安装 然后的话底下是 一二三四 第一步不是安装 这个是 那我就存成一吧 我这要捣一下这个数 刚才这是index0 我们给它改个01吧 00吧 然后这个 等会儿这个里边是啥 这里面刚才是这个 坏了 这个没存 把这个拷贝下来 Ctrl C 这你用一个file叫index01.js 然后把这个保存下来 刚才的这个保存下来 好 index里面这个我们现在拿掉 对了 刚才对reduce 等会儿啊 其实哥的 哥的 哥的 我对这编号稍微有点究竟 这应该是一吧 一二三四好吧 这个就当一了 好 纠结了一下啊 我们还是拿这个 这还是一啊 一没写完 一会儿我一会儿我们再导过来吧 我会把它放下来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关于reduce 那么我们直接把它都注视掉 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就是真正的 就是单纯的reduce如何使用 reduce如何使用 这个记住啊 就是这个里面 如果是英文的话 就直接写withoutreact了 就是在没有react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使用reduce 那么你在没有的情况下 你能理解 那么进了react以后 那么我们再加东西 你就能很好的理解 那好 我们现在来看 那么首先在这儿呢 是单纯的reduce如何使用 四步 第一 我们有一 一二 三 四 四步 四步跟刚才那个圈一模一样 第一步是引入 就是import import呢 这个时候是create store 要把create store从哪儿拉出来 从这个里面拿出来 这东西干什么用 我们一会儿再说 先把它拿出来 好 大公告成意见 第二件事情 就是创建 一个reduce reducer函数 这个函数名字叫reducer 然后呢 它用于 函数 呃 它用于状态 执行状态更新 好吧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事 给它弄简单一点 因为记住啊 这个东西反 reducer返回什么 reducer返回一个 呃 我这么写一下 reducer的参数 reducer的参数是一个state 一个action action是别人扔进来的那个action 然后在这个action后面 它返回什么呀 返回一个新对象 这个新对象是给 未来给store用的 ok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定义一下 就是function reducer 那么它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stata 一个是action 好 然后他 你return 我现在就简单一下 return一个东西 name 比如说 name叫隔壁王校长 然后age age 别人问 我永远25岁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我们要创建star 创建star 怎么写 创建star 是let产生一个叫做star的对象 这个star对象是刚才是哪个呀 就是我们在这里是反复说的 就是这个star对象 reducer我们已经有了 然后呢 我们创建一个star对象 创建这个star对象以后 等于create star createstar的时候 要把谁包进去 要把reducer包进去 其实就是把这个函数绑定进去 这个函数绑定进去 reducer不一定只有一个 但可以有多个 然后就是我都挨个都绑定进去 绑定进去以后 那么以后来了action action来了以后 它会dispatchaction的时候 那么这时dispatchaction会分别的调容这些reducer 然后调容reducer以后 看他们的返回 当然一会我们再说 这个返回新对象是什么意思 然后第四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state的状态 那么就是说当 当有人需要读取start中的state10 那么通过getstate来调用 好 我们看一下 它是let比如letstate等于 store.getstate 然后console.logstate 好 我们做了这么一个东西以后 你看它整个启动的时候 首先这个是引用 引入完了以后 它把一个reducer 其实是在createstore的时候 把它绑给了这个store 那么store就能正常用这个reducer store本身就带有dispatch函数 那么当我们现在还没写 怎么去发消息 这个现在只是在获取状态 获取state的状态 那么你拿过这个store 直接getstate就可以 也就是任何一个人 如果想知道数据是否变化了 怎么办 就直接getstate 如果他想修改某一个数据 就dispatch一个action dispatch action 我们还没写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什么样 它在compiling 出来了 好 那你看直接返回一个 隔壁王校长 25 你说这 这有什么好返回的 你就不是就reducer弄一个东西吗 但你记住 它这个过程整个的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单向的数据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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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